全球城市风险指数东京最高台北第四 根据保险集团伦敦劳和 Lloyd S of London 编转的指数 日本东京阴邻近北韩 是年度生产总值遭受最大威胁的全球性城市 台北风险第四高 最大的威胁是热带风暴 今天公布的这份劳和城市风险指数 Lloyd S. City Risk Index 列出279座城市的排名 总GDP 国内生产毛额 35兆美元 高达5470亿美元的年经济产值蒙受风险 东京的暴险GDP超过240亿美元 最大威胁是国家间的冲突 纽约报险GDP近150亿美元 在风险指数排名第二 最大威胁是股市可能崩盘 伦敦劳和的主席卡内基布朗 Bruce Carnegie Brown 表示 东京风险高居第一 反映北韩周边的威胁更大得多 东京在防卫能力方面投资不足 对国家间冲突的适应力也相对不佳 伦敦劳和指出 风险指数第三高的是菲律宾马尼拉 暴险GDP约130亿美元 而构成风险的最大威胁是热带风暴 台北则排名第四 暴险GDP超过128亿美元 最大威胁同样是热带风暴 伦敦排名第九 暴险GDP超过80亿美元 最大的威胁是市场崩盘 暴险GDP超过80亿美元